中文字幕 李宗盛 糖果料理研究家隆冬姬分享一下厨房小知识 让你的加湿技巧大提升 蛋壳上有气孔被薄膜包覆 避免细菌尽由气孔进入蛋液 清洗的话薄膜会消失 所以要煮之前再用水清洗就好 香蕉在低温下不容易熟成 放在冰箱会长黑斑又变软 雞還沒成熟時要放室溫 熟了才能進冰箱冷藏 昆布煮久了會排出黏液 所以水滾後10分鐘內就要撈起來 否則高湯變混濁就不清爽了 買到很酸的橘子怎麼辦 可以用手輕輕搓揉橘子 把橘子皮搓軟然後放置一葉 酸性被分解後就會比較甜囉 動新聞台北報導